艾菲尔老师 我们来看看哪些星座的人 对家人真的很大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星座里面有哪些星座朋友 是对家人特别大方 那么请大家参考太阳还有上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的 星座朋友 第三名的上榜的是 双鱼座的朋友 对家人很大方 什么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双鱼座的朋友 他们对待家人是属于宠爱家人 宠不抱怨的类型 比如说父母想要出国玩 他们会愿意出这个机票钱 那么如果小孩子 他们想要买什么礼物 当作自己的生日礼物的话 那么双鱼座的父母也会尽量满足 他觉得说尽自己的所能 来去宠爱家人 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那么双鱼座不会为了这个事情 而感到抱怨 再来看一下店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如果是这个星座 狮子座的朋友 狮子座对家人大方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是属于 家人如果有需要的话 会尽量满足 而且很少说不 他们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而且他们觉得能够尽自己所能 来照顾家人 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荣耀 也是自己的一种爱的表现 所以当家人需要狮子座帮忙的时候 那么这个狮子座的朋友 他会绝对会对家人的需要 会尽量的去满足 不管是花自己的时间 还是自己的怎么样的能力 都会尽量去帮助 而且他们不会去拒绝家人 对他的请求 因为他这是一份责任感 再来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对家人是非常的大方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朋友对家人大方的原因 是因为 他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努力 让家人得到幸福跟开心 就是金牛座最大的满足 自己省一点 自己不用穿得这么华丽 自己不用吃得这么好 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这个努力 而让家人觉得开心 家人觉得幸福 家人觉得不用因为这个难关 而感到担忧或沮丧的话 那么能够尽到一点自己的责任 那么对于小钟哥 像这样的类型 跟这个金牛座的类型 都是属于家人 只要开心跟满足 那么自己就能够获得 最大的幸福跟满足了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双鱼座 狮子座 还有金牛座 都是属于对家人 非常大方的星座 给大家做参考